聊得挺开心啊 怕了 笑容满面出来了 我得抓紧这些时间说你们坏话 我看你表情我就知道 我告诉你 我看你表情我就说了 我这晚上夸了好多姐夫 被采 那你是个 你是一个这种叫什么样的人 就是爱恨分明 不是爱恨分明 值得感恩 你得抱怨的人 你得抱怨 你没说他坏话 对啊 姐夫对于他离席那件事情 居然开口了 主动说了 我怎么离席了 嗯 我怎么离席了 就是你那个机场走的 有油 姐夫说更不可能 在我这儿不能发生 妈 这跟我说啥的事一样 你为啥说说 没事 我说不可能发生 那你们家的浴层不染吗 我说是我特别 姐 真没有 有洁癖啊 对啊 你别泡了 宝宝 咱家袜子 你那些衣服 到处扔得到处都是 你这怎么洁癖了 我又开始踩了 不是 我真是 我睁眼起了第一件事 就是收拾地面 你睁眼12点了 阿姨已经打扫完了 不要听他 这个人说话 一面之词 对 你去看背彩吧 你俩现在聊得根本对不上 根本对不上 他说一套 这好像根本不是一家人 然后你说帮他刷鞋什么的 王晋星根本不承认 对 一个星期能刷上一双吗 不是 你得脏了我刷呀 我一看那种脏的 弄上油了的 弄上脏了的 我看上我第一眼我就得刷 那衣服经常翻一翻 我问你个问题 那你接受他围一个丑的围兜吗 接受啊 围围兜你可以 对啊 去丑我的围兜 那个围兜上我全是油 你能接受吗 围兜我洗 你这 问题是老季自己 有时候也弄脏自己的衣服 就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活动 他拿了一杯香槟 但还有一杯香槟 两杯香槟他忘了 然后他他喝这杯的时候 这杯日日全到裤子上 然后呢 假如没发生 没事 这又来了 香槟跟油那样吗 对不起 弄干了就行了嘛 我没发现真的 油很难洗的 根本就洗不掉 回归的到这个职业的问题 就是说 他对这些东西啊 毫无感觉 他那种白体系 几乎都是一次性 就穿一次完了 干这行 你脑子里一点也不热爱 这个工作 一点也不爱说上 我最近都没有弄上 我有这个意义 是这不就很好吗 这有什么可辩解的呢 你不弄上不就很好 为什么一定要弄上呢 我非常不理解 也不是想要弄上的样子 不小心那样 为什么一定要不小心呢 我也非常不理解 香槟撒你裤子上是怎么说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只弄了自己一次 只不过我不说你 你就过去了 我弄的也没什么影响 双标哟 就是双标 你们不要 你看他就是啊 能够把一群人 全都组织起来 变成他这一边的 你们不一看被采杀 哈哈哈哈 我 我有这种魔力吗 把它都能成我这边的了 你说呢 是我就那么一次 我让确实是谁都会有 不不不 我不只是一次 你说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说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这个事在你身上 是一个非常普遍 而且大家都 认识到的事 没有自个说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一定要盯着我那些偶然性的 我是不热爱他吗 我的工作我没有做好吗 我请问 啊 生气了 叫真了 我哪一份工作哪一个事情 我不努力没有把它做好 每一次都在狡辩 都说我这个干嘛呢 不凶了 不凶不凶了 好了好了 别别别别别 别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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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我哭了 这个老季接不住的 叫什么 我好凶了 老季已经忍了吗 他今天一天都在忍 有意思吗 说得这事就硬往我身上扯 咱这叫真呢 当着别面这样吵 受不了 我这不酷事情 之前 嗯 别哭的事情 嗯 我挺怕她发火的 我很害怕 我说哪句话不能让她满意 他把她弄成这样子 还要说她害怕她发火 我也改变不了什么 其实 所以我现在哭的时间越来越短 然后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只能觉得自己很懦弱 继何缺乏这个中间感 他会突然从 似乎在看人家 到了 马上神奇 情绪不是很稳定 我完全说不了 他任何东西 我说过中 真的很难受 我每天都在 被这种情绪 而且我都 任何一个事情 都有可能演变成这样子 其实不光是一个 颇有弄脏衣服的事情 他特别希望 有人能听他 表达 他觉得 赞同他 对 他希望大家评评理 他觉得他没问题 包括我们俩吵架 他也很 他经常拍我们俩吵架 发给我妈 让我妈评理 所以我们理解的事情 他是其实压力很大 但是其实你有些时候 你潜意识里是想去 就比如说 你们同时在一个场子的时候 你会去 你想要去 获得一个 位置上的高位 我会 对吧 哎呦 郑硕 他挺明白 不错啊 我不会再去沟通吗 其实我觉得 不在这个点上深入 沟通未必是好 可是我们这么多人说 都没用 他不会 他更不能 我们两个是真的沟通不了 他最不想听的就是我的话 他最不能 被我说服 他的自尊心不允许 因为他从小是一个爸爸妈妈 都不要他的状态 他有个记忆点是有一天他去上学 然后他就跟老师说 老师我能不能早一点走今天 然后老师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妈妈今天要搬走了 我想送送他 就从他们的房子里搬出去 然后他当时妈妈好像是那时候没有房子住 是睡在教室里的 所以没有条件 哦天哪 要他 然后爸爸也有一些原因 就是没有要他 然后是爷爷抚养他 所以他可能对家庭的概念 从前意识里面就是害怕 然后是爷爷抚养他 然后是爷爷抚养他 他就像你说的 咱们说的 他就像所有的小孩一样 等我啊 我说呢 是不是谁跟你们说了什么 是不是谁跟你们说了 说了什么 才问这个问题 每个家里都有 对 好好好 但很多东西 不 没办法说的 很多也没办法表达的 我觉得 是吧 我爸爸也会看这个节目 也许 但是我虽然没有告诉他 但是我不信望 我的家人看到之后 我 我 我父母 原生父母在 我好当下 我印象形象 哎呀 不好意思 我拿点纸来 谢谢 对 到时候那个 家人一看 都 家人一看这个节目 到时候别 他们很伤心就 这个我不太想 不太想提起来 明白 你的挺好的 我就上学嘛 然后 学习不错的 我不说了吗 任何领域 我想当最好的 我喜欢失败 我是觉得走上了赛场 工作上 我觉得 一句话就是 你不爱他 他不爱你 我是不是爱他吗 我的工作我没有做好吗 我请问 哎 好可怜哦 好可怜哦 好 你睡着了 睡着了 烧了 对不起我上到二三了 小的天 你好好睡吧 别难受了 没点事 你过来干啥 这红火呢 红火 我的天哪 这怎么成了红火上了 我怕你今天晚上难受 这 这一下 哎呀我的天哪 真是 这很反常 这咋子 突然跑着 突然别让我来 那对 别让你来 对 行 谢谢 说明年轻人的时候 这问题 嗯 嗯 还挺大的 上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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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说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这个事在你身上是一个非常普遍 而且大家都认识到的事 你为什么一定要盯着我那些偶然性的 我是不是爱他吗 我的工作我没有做好吗 我请问 我哪一份工作哪一个事情 我不努力没有把它做好 我觉得都已经来这个节目了 他也没有办法做出任何改变 他还是情绪易怒的 真的无能为力 这种失望是一种彻底的失望 就是我觉得无法改变 有些事我又会作出任何事 你去扶我 你能听着我吗 我不要客气 你来自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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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行训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